大概又会有人要说我标题党 但这真的是我看完这部电影最直观的感受 《少年的你》这部电影不好看 不过还有后半句 但真的打动人 时间紧任务重我就不废话了 咱们直接进入《少年的你》十句话一评 不管你是不是一样千玺的粉丝都可以查收 但我怕自己一激动会有轻微剧透 所以你们谨慎一些 一你要问我看《少年的你》之前有没有担心 那我肯定有 毕竟这部电影经历了那么多波折 之前也有一部电影经历同样波折再上映 最后变成什么样你们也看到了 再说我一直对流量明星主演电影不过太高期待 所以很多原因让我对这部电影充满担心 可是看完之后我只想说牛逼好看 二我有必要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说这部电影不好看 大众认知里周冬宇好看 叶阳千玺也好看 可是这部电影导演却残忍地扒去 他们所有好看的外在光环 两个人不仅素颜出镜 而且在电影里大多数时间都鼻情连重 那么多特写 直接把两人脸上的疤痕痘都展现得一览无余 但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观众可以掠过他们好看的脸 直接看到内心里的真情实感 虽然不好看 但真的打动人 三必须说曾国祥导演是真情绪大师 从电影的第一个桥段开始 就紧紧抓着观众的心 揪心也好 开心也好 就仿佛那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边一样 陈念经历的悲伤跟绝望 小北看似满不在乎 实际心细如发的细节 就连两个人那短暂的仿佛偷来的嬉笑跟打闹都是如此 导演抓住每一个细节 给观众内心重重一击 四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看有关校园霸凌的电影 更不是第一次看国产青春片 为什么 有的电影让你觉得角柔造作 而有的却让人感同身受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在于创作者 是不是真的想要通过一部电影来反思现实 引发共鸣 说真的 我的成长过程中没有遭遇过类似的事情 但少年的你却让我这样的局外人看得双手发抖 甚至看完也深深的觉得 我们的社会学校家长以及我们这些大人 都应该不遗余力的保护少年 五周冬雨是真的稳 不仅全程素颜出镜 而且那么多大特写 简直就是镜头怼到脸上拍的 但他却以细腻的表现 把一个高中女生该有的羞涩 胆怯害怕跟勇敢 诠释得淋漓尽致 别的不说 我觉得接下来各大电影节里的影后争夺里 周冬雨会是任何人噩梦一样的对手 不信 咱们等着看呗 六 以前我专门出过一期视频 论流量明星的正确使用方式 很重要的一点 我说如果还没有实力担任主演 那就先从配角做起 但这次一样千玺的表演 一定会打破大众对于流量明星演戏的认知 他是主角 但他这次完全打碎自己 卸掉所有明星光环 变成一个小混混 他说自己没头脑没未来 他的日常就是打架跟被打 而陈念的出现 就像小北黑暗人生里唯一的亮光 他狠密抓住的一缕亮光 不肯松手 我觉得如果流量明星想演电影 想当主角 那就来看看《少年的你》 7 看电影的时候 我后面的姑娘都快哭晕过去了 说真的我也流眼泪了 不过要说全篇 我最喜欢的桥段 则是影片后半段 小北跟陈念搁着玻璃 互相坐着 互相看着 一会摇头 一会微笑 全程他们没有讲一句台词 但是所有的表情 掉下的眼泪 却有着强烈的感染力 这一段 俩人的演技都很棒 8 我真的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看电影 看着看着 突然特别明白 为什么片名叫《少年的你》 因为演员演得像 因为他们的情绪都很到位 是 但又不全是 我觉得更重要的 是这两位少年 让观众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事情 少年 为什么称之为少年 因为他们相信 因为他们固执 因为他们单纯 因为他们幼稚 这部电影里的少年情感 真的非常精准 又丰富的表达出来 看完 甚至让我这个中年人都觉得 我既向往 又害怕他们这样的少年经历 9 说来也奇怪 你们知道 我看《少年的你》的时候 想到的是哪部电影吗 曹宝平导演 周迅主演的《李里的猜想》 这两部电影的题材 跟故事都没有关联 可是整部电影表现出来的 情绪张力却极像 有一个人 对另一个人 疯了一般的执念 有那些不愿意 轻易放下的坚持 观众的情绪 不管是高兴或者悲伤 都跟角色极其同步 感头身受 10 两个幼稚又单纯的少年 手拉着手对抗全世界 没有人看好他们 但最后他们赢了 小北远远的跟在陈念身后 不离不弃 因为他们曾在少年时 许诺伯 你保护世界 我保护你 以上就是个人 对少年的你的观影感受 真的 发自内心的推荐大家去看 不会后悔 这期视频没有彩蛋 祝大家早日复可帝国 拜拜